其实西医也不是说什么都不好 它也是一门时尚的科学 它在人类这个发展史当中 也确实治愈了很多人 但是它缺乏一个整体观 没有意义观之的这种系统性 都是老人认为局部的病症 就是这个问题 其他地方全都是好的 或者说它机械化的指标 因为人不管是什么 它都是动态的 高矮胖瘦 男女老少 不一样 不能按机器的 西医在这个手术方面 在外科方面 可以说 异补了中国的一些不足 因为首先国内外境失传了 自古几千年前中国就有手术 开膛过度 甚至说开脑袋 花驼 那个都是有历史记载 刮骨疗毒 对吧 这个西医 它让我们在普通人能够有形象 就是肉眼可观测 所以说看得见磨得着的 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 但是就我本身来讲 就是你做过两个手术 以及这个这个 结果骨头 断过 还有一些很很那个 就是最好的这个医院 我去了治不了 但是我通过自我的 真的得修复 弓练 就是已经回来一半了 因为他说成年之后就不能改变了 北京最好的 我去了 包括这个 这个手术之后 这些东西 像美国 它这个最新的科技 就是认为你这个 切掉好 到最后 又又认为它是 甚至说不仅是 这个这个 就是说有这个皮层好 反而是更多 更好 所以它是 签已经是反复的 但是已经切掉了 怎么办 那就没办法回复 但是在中一一看 你切掉了 会切掉了 它切也损伤了 消耗的更大 但是它的那个形 我们用现在最先进的科技 能拍出来 那个形 那个脏腑还在那个地方 很奇怪 还有我这个片道题 切掉了 确实 这个这个 没有那个 在过多的 这个 在发言 它是疼的时候 转移到下面 所以说很多人现在 那信息的 不同度 很多人 还认为这样是好的 对的 这个是说家里还认为这样 是对你好 是医生害了你 他不知道 好心办坏事 它是最可怜的 最可悲的 最可惜的 没办法 然后 这个花了多久 它这个免疫力 等等 就是 它这是做警报用的 它也是吞噬 这个细胞用的 后来 包括蓝尾 现在都发现 都有用 不要认为说是 什么计划 没有计划完 然后 就搞的 就是 那是一种 也是一种设想 科学的设想 结果 搞成现在 就是 不可回复 覆水难受 关于新衣的发展 它如果能够通过这些技术 更好的服务于 这个一个系统的医学官 就是说服务于中医 这个配合 将来 也是非常有用的 让人更好简面 各方面吧 中西结合 是不太好结合的 本来就是两个系统 尤其从小 他的这一个伤 那要经过很久才能疗医 这个中西啊 他有一次 我 去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